老公,我好难过啊,我娘家老宅拆迁补偿了三百万,可是我爸妈背着我全部都给我弟弟了,一分钱都没分给我们。 那老宅本就是你爸妈的,拆迁款也在他们手中,他们愿意分给我们就分,不愿意就算了,我们把自己的生活过好就行了。 哪有他们这样做父母的,刚开始的时候我还在想他们多少会给我们分点,这样的话我们就不用过得那么辛苦了。 其实这拆迁款都给你弟弟了,我们反倒也省心了,你弟弟分到拆迁款后就会有更好的条件去赡养你爸妈,我们也就不需要再操心他们的养老问题了。 两年后? 老公,我妈刚给我打电话说我爸检查出了肠癌,医生说要准备五十万的手术费,我妈说让咱们拿二十五万出来,这可怎么办啊? 老婆,咱们家哪有那么多的钱啊?我们两个人每个月的工资出去家里各种开支还有房贷,基本就剩不下什么了,现在咱们手里也就有八千多块钱。 可我妈的态度特别坚决,让我们俩必须拿出这二十五万。 这样吗?老婆,我们俩现在就去医院看看你爸,然后跟你妈好好地解释下,你妈应该会理解咱们的。 半个小时后? 妈,爸这次生病我们俩实在是帮不上什么忙,我这卡里还有八千多块钱,这是我们所有的存款了。 你给我闭嘴,这里有你说话的分吗? 女儿啊,你爸这次生病住院,医生说手术费最少需要准备五十万,妈也知道你这些年过得很不容易,所以才让你和你弟弟每人拿出来二十五万,这样很公平合理吧? 妈,你让我和我弟弟每人拿二十五万,听着倒是很公平,但你是不是忘了? 两年前老家房子拆迁分了三百万,你可是一毛钱都没分给我们,你这样做又公平吗? 就这八千块钱,还是我们俩省吃俭用才攒下来的,我们的压力也很大,实在是拿不出更多的钱了。 这可是你亲爸生病住院了,这八千块钱都不够你爸在医院一天的医药费,我真是白把你养这么大了,你就是个白眼狼,这八千块钱你是怎么好意思拿出手的? 两年前,老家的房子拆迁赔偿了三百万,你知道我当时有多高兴吗? 我当时高兴得一夜都没睡,我想着无论怎么样你都会分给我们点,这样我们以后的生活也就会过得轻松点,可后来你却一分都没分给我们,全部都给了我弟弟,我实在是想不通,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们? 妈,我和莉莉不是那种不知足的人,其实无论你分我们多少我们都很知足,毕竟那是你们二老的钱。 你给我闭嘴,我在和我女儿说话,你一个外人差什么嘴的?我把钱都给你弟弟了有什么问题吗?他可是我的儿子,以后我还要靠他给我养老送终呢? 而你都嫁出去了,你都是别人家的人了,你有什么资格来分娘家的钱? 妈,既然你都把我看成了个外人,那你还凭什么让一个外人和你儿子平摊手术费?这手术费,就应该要让你儿子全部承担了才对。 妈,今年上半年你们家里的房子翻新,你给我打电话让我回去帮忙,我二话没说放下手里的工作就回去给你帮忙了。 妈,上个月农忙弟弟的活多,你也是给我打电话让我回去干农活,我也是毫不犹豫的就回去帮忙。 你平常只要家里有什么活需要人帮忙,你总是会第一时间想到我,可你怎么不让你儿子回去给你帮忙啊? 分钱的时候,你把我们给忘了,现在需要花钱了,却要让我们和你儿子平摊?你这也太偏心了吧。 我让你给我们家干活那是再给你面子,谁让你就是个女婿,你就应该要给我们家干活。 妈,你这也太不讲道理了吧,从小你就偏爱我弟弟,家里有什么好吃好玩的,你都会先紧着我弟弟,你还教育我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让着弟弟,你这重男轻女的思想一直到现在也没变过。 我就是偏爱你弟弟,那又怎样,你可别忘了,是谁把你养这么大的? 我知道,是你们二老把我养大的,所以我才会把我们家仅有的八千多块钱全部拿出来给我爸看病。 八千块钱有什么用,连你爸在这里住院一天的医药费都不够,这二十五万你们一分都不能少。 我们家哪有那么多的钱,我和你女婿都是在工厂里打工的,每个月不仅要还房贷,家里的小孩子上学也需要钱,我们的压力真的很大,本来我还想着老家的那三百万拆千块,你最少也会分我这个女儿三五十万吧,这样还能减轻点我们家的经济压力。 你跟我说这些做什么,难道你们家没有钱是怪我了? 我没别的意思,就是没想到最后你们却连一毛钱都没分给我们。 行了行了,你也知道,你弟弟现在都三十多岁了,这好不容易才找了个女朋友,人家妹边说了,想要结婚必须要全款买车买房,还要准备三十万的彩礼。 我要是不给你弟弟把这些办好了,那他这一辈子都有可能打光棍了,你可就这一个亲弟弟,你这个做姐姐的事怎么好意思跟你弟弟争着拆千款的? 可我也是你的亲生女儿啊,也是这个家里的一份子,三百万的拆千款你们一分都不给我,你们又是怎么好意思做出来的? 好了好了,我看你是越说越离谱,这拆千款的事你就不要再想了,这个话题到此为止。 你弟弟那边的婚事已经定下来了,你们就等着去喝喜酒吧,现在最关键的是给你爸麻出这二十五万的手术费,这样你爸才能顺利做手术,才能去参加你弟弟的婚礼。 妈,以前我们两口子怕你和我爸在家里生活困难,所以每个月给了你两千块钱的生活费,而且逢年过节总是大包小包的去看你们,可你呢,不舍得吃不舍得喝,把我们给你买的东西都给了我弟弟,甚至是我们每个月给你们的那两千块钱你都贴补给了我弟弟,而我弟弟呢,整天就知道吃喝玩乐,有手好闲,谁家的姑娘要是嫁给了他,算是倒了八辈子的眉。 是啊,你们家里平常的大小事也都是我们两口子在帮忙,包括你们二老有个小病小痛,也是我们俩出钱出力的。 你们对我们俩不好,我们大人还可以忍受,可你们对自己的外孙又怎么样?我儿子每次到你们家玩,你都要把家里好吃好玩的都给收了起来,还说什么那是留给你儿子的,别人不能动,你儿子难道是个三岁小孩吗? 那可是我的亲生儿子,你们家的孩子又不跟我们家姓,我凭什么要给他们好吃好玩的? 那你为什么要给你外孙说,想要吃你们家的东西,就让你外孙回来找我们要钱,然后拿着钱去跟你们买?你是怎么好意思跟孩子说这些话的? 你这么做,对得起这些年,我们为你的付出吗? 你这个白眼狼,我辛辛苦苦地把你养这么大,难道就是让你给我算账的吗? 我现在明确地告诉你,你弟弟是能给我们家传宗接代的人,我们以后的养老也是要靠你弟弟的,而你就是个嫁出去的姑娘,是泼出去的水,你把这次五十万的手术费,我也是让你弟弟出了二十五万,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? 人心都是肉长的,但我能感觉到你的心是冰冷的,你把那三百万的拆迁款都给了我弟弟,现在他却连五十万的手术费都拿不出来,你们居然还指望他能给你们养老,你们还真是一响天开 是啊,三百万的拆迁款,哪怕是你们分给了我们家三十万,这五十万的手术费,我就算是要杂锅卖铁,也会给你们凑出来 你们两口子都是混账东西,你弟弟那边结婚,没让你们做姐姐姐夫的出钱给他买房买车就不错了,你们还敢惦记他的那点拆迁款,今天我就把话放在这里,这二十五万你们给也得给,不给也得给,不然我就和你们断绝关系,我以后再也不认你这个女儿了 女儿啊,你们就别再惹你妈生气了,我记得你们去年不是买了一辆新车吗,你们把这辆车卖了,然后再去借点,这二十五万不就能凑齐了吗 爸,你怎么能这么说,那辆车是我们刚买的,我要是把车卖了,赔钱不说,你让我们以后怎么去上班,怎么去接送孩子上下学啊 现在交通那么发达,你们可以坐地铁也可以坐公交车上下班啊 爸妈,你们还真是一点都不为我们考虑,既然如此,哪怕是因此和你们断绝了关系,我也不会后悔的 好啊,你这个白眼狼总算是把心理话说出来了是吧,想要和我们断绝关系没问题,你先把这二十五万给我拿出来,然后我们再断绝关系 我的天啊,哪怕是要断绝关系了,你们还要我出这二十五万,你们怎么能这样啊 朋友们,你觉得这个莉莉该怎么办呢?欢迎来评论区说说你的看法 我们下期见评论区特估论区的楽器 不是吧,我们下期见的但是 我们下期见的旅行乐 同时,我们下期见的旅行乐 我们下期见的旅行乐